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骑飞学院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流量剂校准 以及水泵校准 首先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要 什么时候需要流量剂校准 就是当我们喷洒的流量 误差在15%左右的时候 我们需要进行流量剂校准 以及更换了喷嘴 更换了喷嘴之后 也需要进行流量剂校准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校准 首先打开这个起飞者能APP 能看到 点击更多设置 选择第三个喷头这个图标 喷洒设置 还有我们更换喷嘴 可以在这里面直接选型号 选择你现在装的型号 然后点流量剂校准 比如说我们流量剂校准 必须要加5升以上的水 给它改一下 你加了5升以上的水 我现在加5升 我就输入5000 这是地面校准 然后我直接点开始校准 我们等它自己喷完就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现在它里面的水喷完了 我们去看一下还有没有 好 排空了已经没有了 你看这个时候软件会提示你 有没有残留的 如果有你就点有 直接我没有我们就点无残留就好 这个时候校准成功 就完成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水泵校准 首先为什么需要水泵校准 一个情况是因为更换了水泵 或者说更换了水管 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它喷洒的时候 一个喷头流量大 一个喷头流量小 这种情况 也需要调整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回用量不精准 基本上这三种情况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怎么调整 在APP里面更多设置 第三个喷洒设置 然后点击水泵校准 点击自动排气 这个时候调整 它先排气 好 排气完成 点击检测健康值 检测完了之后 你看这健康值 这里有百分比 就两个都是百分之百 这肯定是没问题的 必须要高于百分之八十了 就是健康的 完了之后 点击校准参数 如果它不一致的话 点击校准 它两个就一样了 然后所有的真撒流量都一样了 这时候校准完成了 确定 好的 那么本节视频不要再说 下期再见